不論台灣的道路是否真的需要用更高的車身來加強通過性 跨界車的的確確是市場險學 從評價品牌到豪華品牌 好像不跨一下就會被世人遺忘掉 如今福特也加入這場跨界盛事 推出 Focus Active 來分駛這塊跨界大餅 等一下今天再來幫大家跨一雷 看福特能跨出什麼新高度吧 首先是外觀 上半部的 Focus Active 只是大家已經很熟悉的 Focus 慢慢將視線往下掃 黑色的輪拱立馬向市人透露 哥比較高 據原廠表示 Focus Active 比普通的 Focus要高兩公分 從物理的角度來說 進入角與離去角肯定更大 如果你覺得這是廢話 那表示你肯定不理解 在非洲每60秒就有一分鐘過去背後所蘊涵的深意啊 更大的進入角和離去角 意味著當你經過爛路或是老舊停車場時 會有更低的機率擦裝到保險桿的下方 搭配防刮材質 下巴受傷或是脫臼的機率幾乎為零 雖然說 Focus Active 有著更高的車身 但不代表你可以把它拿去玩Off-road喔 屆時可能不只受傷 極有可能還要其他車輛的協助才有辦法脫困 就外觀而言 Focus Active 確實呈現出一種與XT-Line截然不同的風格 雖嫌氣息多了不少 此車這類似的競爭對手莫過於Suparo的XV 加上幾乎確定的國產身份 定價勢必會更有優勢 而其他對手莫過於Toyota Corolla Cross Nissan Kicks之類的CV 雖然說此車的車身尺碼不比正修理 但是在售價上合理推估會與上述兩款車相似 而更次要的對手估計就是其他的小型跨界車型了 像是Toyota Prius C Crossover或是Seluki SX4 都是可被聯想到的潛在競品 Focus Active 這類車型作為鮮貝車的衍生車款 預計不會是銷售主力 但仍然可以填補一般鮮貝車不易觸及的市場空缺 看得出來這一波的福特間的野心不薄 在導入新車的步調上也頗有策略 同時也能感受到福特在聲勢大好的時候 不願意放過任何一個擴張市場的機會 雖然說此車預計要到明年的第二季才會上市 但新潛的民眾不妨可先參考對岸長安福特的規格 估計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如果喜歡雅雅說車多過於站長 請留言支持雅雅 還沒有訂閱的你 趕快訂閱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除了追蹤站長 你也可以追蹤我喔 搜尋LAI YAYA底線0529 希望聽我們講什麼主題 請在影片上方留言 我是雅雅 我們下回見